郭台銘要宣布 參與黨內初選之後 許多人都來說 國民黨裡面 現在正在內鬥當中 所以民進黨的人 他們就拿著板凳 準備在那邊看好戲了 但是國民黨裡面 現在這個時候看起來 像是貴族與庶民的戰爭 是 立剛 以前國民黨的這一些高層大佬們 總是給我們說 講話好像文良公儉讓 可是城府又很深這種感覺 然後缺乏了一股霸氣 跟那種雄心壯志 可是像韓國瑜 韓國瑜這次回來的時候 不是很多人去接棋 然後現場當然擠得水接不通 加分解一度都消失掉了 甚至女記者被勒脖子 議員也被拉住 結果當時韓國瑜 就出現了這樣一個畫面 你看他手這樣一直說 通通不要動 叫你們通通不要動 為什麼 因為 再這樣混亂下去 搞不好就會有人受傷了 其實這就表示 他平常雖然看起來 接地氣為人非常隨和 可是該有的霸氣 情況需要的時候 他還是會展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其實 像這樣的人才 真的非常非常少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這樣的人才 能不能鬥得過 我跟你講這一些 表面溫良公儉樣 可是內部城府很深的 這一些高層 我們都知道 一開始本來台北市議會 黨團都已經準備 這些議員都已經準備要連訴 然後要推說 直接徵召韓國瑜了 結果沒想到 韓國瑜仍然還在美國 居然有一些所謂的 馬姓的這一些人士 突然之間開始串聯什麼 反對徵召韓國瑜 然後接下來就出現了 郭董突然跳出來要參選 然後就在郭董準備要宣布參選的時候 國民黨突然要頒給他一個 那個榮譽狀 對 然後就直接這樣頒發了 一切都是這麼巧合 雖然吳登義主義告訴我們說 他完全不知情 他也被嚇一跳 然後馬英九說 這不是人不羞我臺的 跟我沒關係 郝龍斌也說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問題是你剛剛說真的 有幾個人會相信這種事情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我必須說假設這個東西 真是這些大佬 包括馬英九 馬英九 郝龍斌 你們在後面去搞的這些東西 我必須說 馬英九前總統 你忘記國民黨2014 2016 大敗是因為誰 不就是因為你 你才剛好不容易國民黨 才靠著韓流翻臉聲 你又來了嗎 你要再搞過去這一套嗎 你們會不會覺得太誇張一點 到底要怎麼樣 你們這些人才過癮嗎 那郝龍斌講話更覺得 郝龍斌說 我們可沒有要 怎麼可能會去卡韓 卡郭黨 卡韓黨韓 只要韓國瑜 自己願意投入初選的話 誰能夠擋得了他 你這不是講廢話 韓國瑜就已經講說 他不會投入初選 他就是有他的困難 你也明明知道他的困難 那擺明了 你們就是想要去卡住他 不是嗎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韓國瑜過去在國民黨內 一直都是狗叫 我覺得這張畫面 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當時他請辭北農總經理 他很生氣 所以跳出來參選黨主席的時候 你看在他背後 一個人都沒有 一個人都沒有 全部是什麼 高麗菜 高麗菜而已你知道嗎 甚至就算選舉已經 他代表國民黨參選 高榮市長的時候 你看當時他公布他的選舉主視覺 還是一對高麗菜 只有高麗菜陪著他 後面站的 我跟你講除了許竹 算是比較知名人物之外 其他就是小編 然後其他都是一些庶民 他們沒有什麼高層 都不在這個地方 然後結果這一次 吳敦義頒發榮譽狀 給郭台銘的時候 郝龍斌 你看到沒有 在那邊笑得好開心 看到沒有 然後黨內的高層 這些大佬排坐都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就知道 他跟國民黨的高層 是格格不入的這一行 難道就因為這樣 你們這些高層就要聯手 把韓國瑜做掉嗎 我必須說 其實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一點 就是國民黨很多高層都想說 你韓國瑜留在高雄比較好 這樣地方我們也可以執政 派郭台銘來選總統 這樣子我們贏了 就不會贏了總統調了高雄 我們兩邊都可以拿 但是我必須講 其實你搞清楚一點沒有 喜歡韓國瑜是他身邊的 是多數名 當初宣布參選高層市場的時候 是過程更是拒絕高層站台 你有沒有注意到 甚至當時吳敦義主席 當時不是出了一個大包 他當場直接就講說你不要來了 因為來了反而對整個選舉不利 你這些高層又有什麼好 他完全靠自己的 親和力贏的高雄市民手中選票 當選之後他初衷也不變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記不記得他到洛杉磯的時候 本來應該要帶私人俱樂部 以後跟這些精英那企業家聚會 結果他放鳥 直接派副市長葉匡石去 結果他跑去哪 他跑去跟他的小時候好朋友 一起吃飯 對不對 當時我老實講 我當時我也覺得 這樣做法其實很不適當 為什麼 你既然答應人家就要去 但是因為他第二天本來 也要再度跟這些人碰頭 所以對他來講說他比較重情 我跟我40年沒見的好朋友見面 總比跟這些企業家見面好 因為跟這些企業家 第一天晚上可能只是單純的吃飯 第二天才會談到真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從這一點角度來看 而且預算企業家他們有早餐會 是 所以他其實不用擔心說 見不到這些人 所以你就可以感覺得出來 他是一個重感情 然後接地氣 然後了解基層民眾的人 而不會因為你的地位比較高 因為你比較有錢 我就一直在捧著你 一直在你旁邊蹭 所以我們都知道 這就是郭台銘跟韓國瑜的差別 郭台銘是國民黨高層支持運作 因為高層都眼睛往上看 覺得郭台銘這種大企業家 才他們支持的 可是韓國瑜是基層庶民們 期盼的人 你國民黨高層到底有沒有誤判 庶民成票不見得轉移給郭 如果庶民的票不轉移給郭 只有高層的票 那國民黨不是又回到2014 2016 那你就準備再輸一次給大家看嗎 那我必須說 其實郭台銘這次出來 有人在想說 他真的要參選到底嗎 因為你就說 當郭台銘一說 媽祖叫我出來之後 你知道2017年他最高117元 一路跌到本月出了73.4塊的時候 73.4塊的時候 然後這幾天一下飆漲到91.8 漲幅大概達到25% 然後哈士自己說 郭董持鴻海9%股票 到瞬間計算一下賺了500億 其實我必須講 這個網友你搞錯了 他沒有賺那麼多 我們幫他算了一下 如果以他一開始持股73.5塊 到後來4月19號 漲到88.9塊 他應該大概三個禮拜 增加200億而已 沒有500億 沒那麼多 200億 但200億也夠嚇人了吧 這個已經是完全超出 我們一般人的想像 這個是我們一般人 難以去契集的社會 你覺得一般庶民看到這種消息 他會覺得好還是不好呢 所以我必須說 國民黨的這一些大佬 你們不要老是以為就是說 就是有錢人在 你們就可以 就是要去挺郭台銘 其實許姓良主席 這兩天也跳出來講 你們現在支持郭台銘出來選 就是在支持一個 國民黨內部可能 又變成一個階級之爭 那就讓大家覺得說 國民黨又回到重新那一個 穿西裝 打領帶 高高在上 跟庶民難以接近的人 然後韓國瑜代表的是國民黨 歷來最缺乏的基層的力量 農漁民的力量 台灣最艱苦的這一群人的力量 結果你們還是不要這一群力量 國民黨 我老實講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你們就等著再輸一次好了 這個會委 我們注意到 韓國瑜最主要一點 他現在有韓家軍 就是因為他的特質的關係 但韓國瑜自己也就是說 他最欣賞的就是 那三國時代的趙子龍了 趙子龍本身他勇敢又忠誠 可是趙子龍到了最後他兵敗 他這個被貶了 最後鬱鬱而終 可是韓國瑜沒有兵敗 韓國瑜現在這個時候 差一點就要陷入藍營的 這個精英的陷阱 讓他連參選的資格都沒有 對 這個林鄉長 你記不記得316立委複選前 然後賴院長他去幫郭國文複選 然後賴清德那時候哀嚎 他說民進黨生下一口氣 大家記得嗎 那時候賴清德這樣講 郭泰銘這次參選 韓國瑜當然還在 還在這個戰場上撐著 韓國瑜剩下的這口氣 是誰幫他撐的 是韓粉 我昨天有見看你的節目 你不是跟那個謝龍介連線 謝龍介說他電話不敢接 因為一接下要講 我們邊連線他還一直有電話進來 電話一接他講20分鐘 講到還會哭 謝龍介說電話我不敢講 你昨天還有那個映小威 代表市議員 也說也反映了 基層民眾的熱情 所以我給觀眾朋友報告 我這一句不是繞口令 我不是韓粉 我不是單純的韓粉 我是韓粉的粉 我要跟觀眾朋友報告 你有多重要 你有多可愛 就是因為大家的卡電話 去把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不管是立委 市議員 你側去跟他講 說你的心聲 說你的感受 他們才會往上反映 那些民代他們才會有壓力 這些民意代表 不管是立委或是委員 他們都是政治人物 他們在第一線說 大家歡迎光臺民參選 可是基層反應很像不太好 那個感覺就出來了 因為韓國瑜他沒有班底 韓國瑜他沒有派系 他就是一個土包子 我們現在聊天室2萬多土包子 我們都一樣 我只是為了對立剛兄節目尊重 穿個西裝而已 我平常哪有在穿西裝 我也是個土包子 我也是很爽的 我剛才說因為韓國瑜的特質 韓國瑜以除酸鹼跟酸熬 他在高雄市長三個多月的表現 獲得大家的認同 所以我要跟我們所有的 韓粉土包子說 大家第一個 不要把身體顧好 你不要說什麼睡不著 吃不下 打電話去哭什麼傷害身體 這樣子韓市長也會不高興 你自己先顧好 然後行有餘力 因為你對那些民意代表的反應 所以才會讓韓國瑜 還有一口氣在外 即便是首富郭台銘要選 然後國民黨那些公子哥們 大家間接直接的去幫助他 什麼投書的 幫忙張羅什麼榮譽狀什麼 這些東西 為什麼還是不能撼動韓國瑜 目前民調領先的去 就是因為大家 是因為你沒禮貴 大家沒禮貴 你國瑜支持 不然韓國瑜這口氣也沒了 今天韓國瑜在高雄他講說 這個要顧慮高雄市民的感受 因為你講我聽怎麼說 我開最開心 因為畢竟他是高雄市長 他是90萬票選出來的 這個高雄市長 你們好像都有反彈 因為郭台銘參選 這一天新聞非常的熱 然後即便到這個潔骨眼 韓國瑜他還是不能忘本 為什麼今天有這個局面 是因為高雄市民投票給他 所以他說我要顧慮 高雄市民的感受 這一點我OK 這個也就是韓市長他之前說 我很像這個林表 很像怪怪的 我去出選很像怪怪的 他會猶豫的地方在這裡 如果他今天講說我現在 高雄市長這樣好像不錯 我還去選總統 如果他像我這麼猴急的 這個樣子的話 高雄市民會吐血 然後他也不會獲得大家認同 所以我要跟大家解說 他的猶豫 他的頓地 他的苦慮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 他不能屁股拍拍就跑去選領 這是不對的 但是要怎麼樣讓他能夠 名正言順的參加國民黨的初選 甚至獲得國民黨的提名 李公雄那是個兩難 因為我剛剛前面跟大家解釋過 國民黨他是個很大的政黨 是台灣最大的政黨 最重要的政黨 這樣講不會過 因為執政經驗最豐富 國民黨至於韓國瑜 是資產也是負債 是加分也是扣分 看你什麼什麼角度去看 所以你說韓國瑜跟柯文哲 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他們兩個都對藍綠這幾年的 非常的佩服 柯文哲說垃圾不分藍綠 我是補充垃圾不分藍綠白 柯文哲也是垃圾賣了一頭 現在問題說柯文哲他沒有黨 只有他跟蔡壁如 可是韓國瑜他背後有個黨 這個黨對他有加分 有扣分 是資產也是負債金 那個拿捏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說 很心疼韓國瑜沒有錯 可是對國民黨的那個編 也不能編太大力 因為你如果出太大 也會打到韓國瑜 以後他執政 他如果能夠當上總統的話 他需要這個黨幫他去 運作這個國家 這個是他跟柯P 最大的不同之一 所以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認為 這些韓本的不離不棄 是主要原因 韓國瑜他一定會先顧慮 高雄市民的感受 韓國瑜也很了解 全國 甚至全球 我講全球不誇張 你看他在美國的狀況 在他新馬的狀況 5000萬的華僑 這個局勢很清楚 你看最近去美國的 柯P 朱立倫 鄭文燦 林佑昌 哪有這個局面沒有 那個場面是冷熱差太多了 所以我相信韓市長他會考量說 我對高雄市民的承諾怎麼樣 然後國民黨那幾個太陽在幹嘛 然後以及我們這些韓本 默默在支持他的這些朋友們 我相信韓市長還會做考量 林剛兄我希望大家尊重韓市長的決定 我這樣講比較取巧一點 他如果要參選我支持加油 我會去投票 韓國瑜如果不選 他說我2020我不選了 我個人我就不去投票 因為我早就講過了 我不會變 我不投票 我尊重韓市長的所有決定 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韓國瑜的參選 他從支持韓國瑜的這些庶民 變成了韓家軍 但是在地方上面 如果說韓國瑜不出來的話 會不會這韓家軍 到最後就已經整個4-3了 但是這些人也不會轉過來 支持藍營的候選人 所以我們要先來看 這些支持韓市長的這些韓粉們 他們並不是傳統的 這些國民黨的支持者 他可能以前是支持民進黨 或是說他以前從來不投票的 或者說這些人是 完全不關心政治的 來自四面八方 這些人他純粹就是因為 認同韓市長 然後他支持韓市長 所以這一股力量 我覺得國民黨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也不要去輕忽說 只要國民黨推出一個候選人 這些票就可以順利的轉移到 給其他的候選人身上 這個觀念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 因為這些韓粉們 真的是因為認同了韓市長 好了 他們到底認同韓市長什麼 大家還記得去年韓市長到 高雄在這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完全是不看好韓國瑜的 大家都說民進黨 倒了就當選了 民進黨就算推出個西瓜 也會當選 在那樣的一個大環境下 大家看到的是韓國瑜拼搏的精神 他把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居然能夠成真了 而且他很成功的凝聚了 高雄市民大家的向心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難得的 一個非常非常勵志的故事 我想全世界可能找不出來 幾個案例能夠像韓國瑜 這麼樣的一個熱血 然後讓人一提到他 就非常的澎湃 所以我這邊就是說他本人不畏艱難 然後當他有信念 真的是說要給高雄市民 過好日子的時候 他就往前去衝 然後讓大家會非常的認同他 然後喜歡他 支持他 這是非常非常難得的一個事情 因為我真的聽到太多 對政治冷感的這些民眾 居然會跟我講說 他們非常的認同韓市長 甚至我還有聽到 從來沒有投票過的有五六十歲 那個阿姨居然會跟我講說 我其實沒有在投票 但是我為什麼 我看到韓國瑜的新聞 我看得會好美亞議員 我說為什麼 他說怎麼會有一個市長 他願意說 為了高雄的這些浪費民 去幫他們上頭 去幫他們拚多小 去過過這樣搶 他怎麼會這麼打拚 他說很感動 然後我們在當民意代表的 聽到民眾對於我們的市長 是這麼的喜愛 這麼認同的時候 我們也非常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覺得韓市長 他某種程度 他一種無私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真的激起了大家的熱情 所以我覺得韓市長 他的個人特質 他的群眾魅力 真的有辦法凝聚 這個國家的向心力 這個人民的向心力 所以這個重要的特質 我覺得很難去移轉到給別人的 所以我在這邊 也一直真的要呼籲說 國民黨真的要團結 郭台銘總台他有他的優點 那麼是不是未來 雙方應該要合作 然後大家才能夠共創一個 台灣一個繁榮的願景跟未來 這是大家現在所要樂見的 我支持韓國瑜市長 我也支持韓市長 所做的任何決定 至於未來韓市長 會做什麼樣的決定 我都尊重我也會支持他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 你一定要推出一個 未來2020真正能夠勝選的 一個候選人 這個才是我們對這個國家 應該要負盡的一份責任